我記得五月十三 我去封萬華阿公店 五月十三我們就決定要用快篩加PCR 口罩露出鼻孔就好了 手機接住氣 所以當時的狀況就是一團毀亂之下 然後倉促成軍 可是就把第一時間把當時社區裡面那些 自己認為自己有一些狀況的人 其實是讓他能夠早一點出來 然後讓我們收支進去 不要在社區裡面繼續傳染 以我們的戰略部署來講 我們是用了中心院區和平院區 再加上剝皮寮 形成一個圍堵的面 那天中午我們去到現場 非常的驚訝 那個民眾排隊 從剝皮寮到轉角 然後還要再轉兩條街 大家講到PCR 在這個時候稍微 其實也還沒有喘口氣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哇手上的Case已經多到不行了 這兩條路的車子 筛檢其實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匡列隔離 最後才是防疫的防護 這整件事情 筛檢當然是最重要的第一關 但是它還是要配合大規模的施打疫苗 我們的檢驗量能 你一天24小時操作 也是只能做120件而已 突然爆發疫情之後 那時候一天大概兩三百件 有些醫院 當然如果是醫學中心 可能一天有3000件 2000件的都有 我們那時候都是半自動的 就是人工操作沒有高通量 30個檢體一批次上機 就是壓微量吸管 要加試劑加檢體 然後繁複的動作 總共會按792次 我們的一點是有可不可報應說 它壓到手都會挫 那這個篩檢的PCR的檢測一樣 那個時候也是塞車 以前只有幾個實驗室可以做 我們後來也賣了一個很好的很快的機器 加上實驗室速度也加快 所以整個是一個完整的配套 但PCR篩檢在這次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因為我可以同一個時間 像亞東那個是當天做完 我晚上12點就知道結果 它的速度就比以前簡直不可同惹 高通量進來之後 它大概就幾乎是全自動 它的那個work load 就是人員負荷就明顯的降低 沒有高通量的時候 都要加班到小夜班 這樣的一個辨識方法 是直接就相當於說 我們做親子學員鑑定 做DNA鑑標一樣的精準 所以它目前是國際上公認的一個 房金標準 就是GOLD STANDARD SARS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完整的這些 精英的一些檢測的方案 可以提供SARS的偵測 這些精英檢測的這些科學的PANEL 可以更完整更完善 這也導致在接下來遇到一大堆突變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很有效的一個偵測 到這所有的突變株 所以當時我們就研發了這台高通量的平台 是現在業界最高的通量 一天可以檢測到8000個檢體 它其實可以提供在當天 就是可以回復這些報告 到這些檢驗的醫療院所 然後讓他們做即時的判斷 是不是這個病人要做下一個 step的一個處置 他一定會進來 他什麼時候進來 進來影響多大而已 然後我們準備好了沒 其實我們準備好了沒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們資訊局做的儀表板 可以用三度空間 人地實事物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台北市的疫情分布圖 所以看了那個以後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發 在疫情不相同的台北市的12個行政區 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戰略 所以我們在當時呢 就是發展出所謂熱區圍堵 然後冷區呢 我們要做殲滅 所以我們要主動攻擊 我們需要大量PCR的可能性很增加 PCR速度決定我們隔離匡列的速度 因為Delta它會遺傳6到9 它的那個爆發的速度是相當快 那我們現在請他們 只要有PCR的結果 只要是陽性的 就立刻通報我們 然後我們也會立刻要求中央做基因定序 目前國際上就有所知 就是我們在那個變種病毒的一個檢測 不見得一定要做到基因定序 因為國際廠商已經有針對這個 各種的那個變異病毒株的一個 檢測的PCR試劑 那目前很多的 paper 都是顯示這個 它的一個檢測的一個性能規格 效能都不錯 政府這邊我們現在有那個指定檢驗機構 就每一個縣市只要找一家 就是找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醫院 指定檢驗機構 它去配置這個檢測的一個方法 檢測系統 平時就可以 monitor 就是監控這個 國內有沒有那個 變異病毒株的一個入侵的情況 美國聯邦政府呢 其實在年初的時候提供了一個 100億的預算 給所有12歲以下的這個教育機構 政府也體認到就是在注射疫苗普及率的同時 持續的篩檢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提供了這樣的預算 新加坡這邊其實它現在有一個最新的一個策略 就是在做廢水的檢測 它可以應用到不管是社區 或者是像是工廠 或者是甚至到醫院的廢水 我們其實最近也有一個空氣的檢測方式 就可以知道這個空氣的環境 是不是有COVID-19的存在 其實我們的服務領域其實非常廣泛 從我們最早開始的生命科學 直到最近的COVID-19檢測 我們公司幾乎在提供的這些產品 都是跟我們的每天的日常生活非常有關係 所有的醫護人員幾乎都是撩下去 而且非常非常的辛苦 包括我們的防疫專責旅館 還有專責病房 沒有他們那麼勇敢 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撐下去 還有退休醫護主動出來幫忙 像我們疫調的人員 這些都是媒體上你看不到的英雄 全世界對我們台灣 可以在兩個院內把疫情壓到幾乎 幾乎是又回到之前 其實是不可思議的 這是一個人民跟所有的防疫人員 跟政府大家一起完成的一個不可能的人 我們更多年以來 在這時候 我們可以參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